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升 那如果你想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北京防疫从上海吸取教训 那据中国官媒报道 北京市从22日至27日 累计新冠病毒感染者已经破百 达到138例 27日比前一天新增46例 创本波单日新高 其中确诊病例42例 无症状感染者4例 高风险中风险地区增至5个及16个 而官方推动的核酸检测 已经普及全市90%人口 位于台北的中央社评论就说 一开始避免封城的上海 最终为了动态清零仍旧封城 作为首都的北京 则是及早以大范围核酸检测等措施 避免疫情上海化 那当前北京防疫措施 可看出是从上海吸取教训 那北京原本宣布 病例最多的朝阳区 从25日起做三轮的核酸检测 25日深夜突然加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26日至30日 再增加11个区域人员 也要做核酸检测 环球时报就此说 这覆盖了北京总人口的90% 那尽管没有大范围封控 但4月26日起 北京所有艺文演出和体育赛事都暂停 城市明显慢了下来 有评论就认为 北京为了避免接下来 五一长假出游 造成感染大增 所以有必要在4月底前 做完三轮筛查 而北京从上海吸取的另一个教训 是更加注意核酸检测本身的安全 目前北京管控的做法是 出现确诊者的住户楼属于封控区 核酸检测会由专人上门做 周边楼洞为管控区 以铁三栏区分通道 并在管控区内做核酸检测 和其他居民分开 这样可尽量避免交互感染 当地的居民担忧 北京部上海的后城 有人连夜举家逃离 有居民就传说 警方在北京城外早已设卡 阻止人们离京 那官方所说的 非必要不离京措施已经生效 无人能离开住所 人民日报海外版公众号 侠客岛在其25日的文章就批评说 现实中确实存在 随意断路风控 擅自设卡拦截的情形 不让农民下地 不让工人复工 不让医院接诊 在有些地方 尤其是并未发生过 聚集性疫情的地方 这样借疫情之名 层层加码搞一刀切 虽然是把疫情防控简单化了 那文章中还这样写到 古代有个笑话 大夫给罗郭治病 用两块板子使劲的压 结果罗郭的背是直了 可人也死了 那家属找医生理论 医生言之凿凿的说 我治的是罗郭 人的死活干我什么事 那这类瞎致病的法治 要是不及时纠正 后果不堪设想 那上海浦东浦西多个风控区 与出现阳性的楼洞 被当局实施硬隔离 那道路及大门等被铁丝碗 硬钢板封锁 使得这些住户成为了真正的隆中人 那动态清零抗议政策 限制了消费者的开支 使他们无法在旅游 餐饮和其他服务上花钱 因此上海封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一直受到关注 一名著名独立经济学家 在4月初就曾经告诉外媒 上海每天经济损失100亿人民币 那根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 尽管防疫风控继续 在过去几周的会议上 习近平要求高层经济和金融官员 确保中国经济稳定增长 因为这对显示中国一党制 是优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 以及美国政治和经济上 都在衰落至关重要 那有知情人士就说 为响应习近平提整经济的号召 那中国政府部门正在讨论 加快大型基建项目建设的计划 特别是制造业、科技、能源 和食品行业的项目 那讨论的内容还包括 为刺激消费支出 而向个人发放优惠券的计划 不过许多经济学家就怀疑 中国经济本已面临 房地产市场的滑坡和出口市头的减落 那加上坚持动态清零的 政府防疫政策 中国2022年度的增长目标 能否实现 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已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从之前的4.8%下调至4.4% 那从4月29日开始 日本进入最多连休10天的 大型黄金周连休季节 日本的国内旅游也全面开放 不仅不加限制 而且全力支持 2020年和2021年的黄金周 日本全国或一些地方 处于紧急事态之中 因此政府呼吁避免跨线移动 对返乡和外出自述 今年的黄金周是日本三年以来 首次对旅游外出不设限的一年 那根据旅游公司JTB的调查 国内旅游人数在黄金周将达到 1600万人次 那比上一年的黄金周增长了 百分之六十八点四 那旅游消费增长百分之七十九点九 至五千五百二十亿日元 人均旅游消费增长百分之六点八 至三万四千五百日元 那日本内阁房长长官 匈野博一表示 政府不会要求避免跨线流动 然而从最近几天看 日本每日的新增新冠感染者 在两万多人到四万多人左右 远远超出了2020年和2021年的 黄金周时期 那最近日本一些中心大城市的 疫情有所下降 但是有些线仍然每天打破历史记录 日本黄金周之后 仍然存在第七波疫情再染的危机 那全面解除新冠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 到4月22日满一个月 原来的奥密克戎毒株 现在有48%为传染性更强的 奥密克戎派生型BA2自换 那明古乌工业大学平田 幌证教授就通过AI预测 黄金周过后 仅东京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 将和年底及年初相似 每天达到1万人左右 黄金周是日本疫情第七波的入口 但是为什么日本和上两年不同 要在黄金周期间 为国内旅游打开 方便之门呢 当然是首先的考虑 就是恢复在新冠灾难中 遭受重大打击的旅游业 和其他相关产业 那再一个就是日本一些人认为 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 经过多次的演变 加之日本疫苗接种的不断普及 正在出现弱毒化的倾向 虽然感染者比上两年的黄金周 大幅增加 但是轻症者占大多数 重症者减少 入院率仅为2%至3% 没有造成对医疗体制的压迫 预计与不断变异的病毒的斗争 将持续很长时间 日本认为与病毒共存 是一条唯一的出路 如果坚持以往的抗疫方针 涉及医疗机构和保健所运作崩溃的风险 一些地方政府和执政党及在野党人士 出于抗疫与社会经济活动两例的考量 那建议审查新冠病毒感染在传染病法中的位置 那目前新型冠状病毒在传染病法中 被归类为新型流感等一类 那与肺结核和SARS一起属于第二类 为此对于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可以采取 劝告住院、限制就业等严格的措施 而且治疗费全部由政府负担 政府医疗机构保健所负担沉重 那在疫情严重时 那负责住院调整、密切接触者排查 健康观察等工作的保健所 由于感染者过多陷入麻痹 医院由于接收大量新冠患者而平临崩溃 那正常医疗受到制约 企业和教育场所 蛮于应对密切接触者等 正常的生产、经营和生活难以为继 那为了减轻医疗机构的负担 重新审视新冠在传染病法的位置是一种选择 那越来越多的看法是 为了减轻负责劝告住院和就业限制等 保健所及医疗部门的负担 应将新冠病毒感染降低到 与传染病法中和季节性流感相同的第五类 那而据日本分析 新冠病毒感染状况的后生劳动省咨询机构 今年二月总结的分析结果 今年一月以后 奥密克戎毒株感染中的死者 暂定值为0.13% 那如果新冠感染降至第五类 现在对新冠感染者的一些限制都将取消 将没有救劳限制 不进行入院劝告 不需要把握全体感染者的状况 不要求外出自诉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没有限制 污染场所不需要消毒等等 那在4月22日参议院的全体会议上 日本在野党向岸田首相提问 问及将新冠病毒从传染病法的相当于二类 降低至五类 也就是和季节性流感同样对待的问题 岸田首相说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还是不现实的 但是从日本黄金州大大开放国内旅游 和快速普及第三次的疫苗接种来看 可以说日本现在正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换个焦点 普京的五种阴谋论 那纽约时报报道称 在过去的20年内 俄罗斯记者和官员在与克里姆林宫密切合作 那并且乐于散布虚假信息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新闻学和数字媒体讲师 伊利亚·亚布洛科夫 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 那普京相信美国中央情报局密谋将他拉下台的阴谋论 作者补充说这些叙事服务于一个明确的目标 即加强政权并确保动员民众支持其行动 那无论政治机构成员的个人意见如何 显然理论在政治考量中并不起作用 用亚布洛科夫的话来说 这些说法的构建是为了使俄罗斯政权的行动看起来合乎逻辑 并为其目标服务 那需要指出的是 亚布洛科夫写了一本名为《堡垒俄罗斯 后苏联世界的阴谋论》的书 那亚布洛科夫指出 普京以前更愿意远离阴谋论 并让官方媒体和二流政客对其进行自由传播 而他只不过是其中的主要推动者 根据亚布洛科夫的文章 以下是五种在过去十年内收到普京大力认可的阴谋论 那一 西方想要分裂俄罗斯 在2007年召开的全国年度新闻发布会上 普京被问起一个奇怪的问题 那既他对美国前国务卿马德林·奥尔布赖特 关于美国应该重新分配和控制俄罗斯自然财富的声明的看法 对此普京回答称 这种想法是在他们眼中的政治家之间相互交流的 但是他并不知道这项声明 因为这纯属捏造 那是俄罗斯官方报纸《俄罗斯报》的记者 捏造了这项声明 声称俄罗斯情报机构能够读懂奥尔布赖特的想法 那在随后的几年内 似乎再没有提及这项声明 不过奥尔布赖特的虚假声明已经成为事实 从而使普京对西方日益敌对的态度合法化 二 北约要把乌克兰变成其军营 那北约是普京最可怕的噩梦 普京在讲话中曾将北约视为美国的傀儡 也是西方集团的军事之首 那一旦俄罗斯处于困境 这只手就会让俄罗斯窒息 那因此北约能够成为一些令人信服的阴谋论的主题 也是有合乎逻辑的 这些阴谋论认为 北约在世界各地发生的民众起义背后 均发挥了作用 那普京在开战前几天发表讲话时就强调 北约在乌克兰开战的活动 旨在将乌克兰拉入西方阵营 那而这正是俄罗斯发动侵略的主要原因 普京认为企图将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分开的 正是北约 那这种阴谋论就认为 北约和西方不仅在外部威胁俄罗斯 还在俄罗斯国内制造一些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 俄罗斯成为了一座堡垒 外国敌人总是想要削弱它 而这已经成为了克里姆林宫宣传的一大特色 通过这样的思维方式 反对派力量形成了渗透国家安全的第五冲队 那而如果没有这些力量的存在 国家的情况将会非常纯洁 在这样的情况下 俄罗斯将这些活动家 记者和组织视为外国代理人 四 全球同性恋运动是针对俄罗斯的阴谋 那这种说法已经酝酿了近十年的时间 普京在其声明中公然接受了西方国家儿童 可以扮演五至六个男性和女性角色的说法 并认为这种情况威胁到了俄罗斯的基本人口 第五乌克兰正在研制 用于对付俄罗斯的生物武器 那这阴谋论是克里姆林宫的最新骗局 并且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 便一直盛行 那尽管他与普京在2017年发表的指责 西方专家从俄罗斯收集生物材料 以进行科学实验的声明 遥相呼应 那在战争进入第二周之后 经俄罗斯政权的网络博主 以及包括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在内的高级官员声称俄罗斯的情报部门 获得可靠的证据 以表明美国和乌克兰正在研发生物武器 以蝙蝠和鸟类等形式传播疾病 旨在俄罗斯境内传播病毒 换个焦点 昂山素基因贪污被判入狱 那根据媒体报道 缅甸军方控制的一家法院 在针对文职领导人的11起腐败 案件中的第一起有罪后 判处昂山素基五年监禁 那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法官在法庭开庭后不久就做出了判决 那该案的重点是指控76岁的昂山素基 从他的门徒原告杨光前首席部长 朴敏登那里接受了11.4公斤的黄金 和总计60万美元的现金付款 昂山素基否认了这些指控 并称这些指控荒谬 那他在2021年2月 军方在政变中夺取政权后 被迫下台之前 曾领导缅甸五年 他被指控犯有至少18项的罪行 如果他被判有罪 最高刑期将接近190年 在其他案件中 他已经被判处六年徒刑 那目前散布清楚昂山素基 是否会被转移到监狱 他被关押在一个秘密的地点 那明昂来高级将领表示 在其他案件早些时候 做出有罪判决后 他可能会继续留在那里 军方也表示昂山素基正在接受审判 因为他犯了罪 并且正在接受独立司法机构的震荡程序 那缅甸军方拒绝允许对他的访问 包括拒绝试图结束危机的东南亚特使 对他的访问 新闻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关注俄罗斯 退出世界旅游组织 那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周三 就证实在当地与西班牙 马德里举行的世界旅游组织特别大会上 俄罗斯提出了退出该组织的意向 那为期两天的世界旅游组织特别大会 周三在马德里召开 会上主要议题之一 是讨论是否暂停俄罗斯成员国的资格 会议开始后 俄罗斯即主动提出退出该组织的意向 那世界旅游组织就说 俄罗斯已在大会上表示 希望退出该组织 但依照相关的规定 从该组织收到成员国发来的正式通知开始 还需一年才能完成整个退出程序 那世界旅游组织指出 特别大会上其他成员国 仍将就是否暂停俄罗斯成员国身份 以示进行讨论和投票 若投票通过 该决定将即可生效 那根据规定 如果暂停某成员国的资格 至少需要160个成员国中的三分之二批准 那俄罗斯外交部周三就发表声明说 俄方认为继续在世界旅游组织的工作 已经不合时宜 那该组织领导层纵容其活动的政治化 并公开支持对俄罗斯的启示 那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称 退出世界旅游组织 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旅游业 特别是国内旅游业的发展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升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